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tlas如跑酷般以左右腿交替的方式连跳上三级台阶 这些台阶分别高40厘米 Atlas在小跑过程中跨越一根 放在地上的横幕Atlas完成左右腿交替三连跳在这段视频的描述中 波士顿动力公司介绍Atlas在这段跑酷过程中 调动了整个身体 既为了保持平衡 也用于腿动自身前进 Atlas的控制软件使用了包括腿部 手臂和躯盖在内的整个身体来掌握力量 以使Atlas跳过木头 并在不打破步伐节奏的情况下跳跃台阶 Atlas使用计算机视觉来识别标记物 给自己定位 以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 机器人Atlas是波士顿动力公司产品线中最像人类的一款机器人 他于2013年7月11日首次与公众见面 目前版本的Atlas各自不高 1.5米 但重达75公斤 优效贺栽11公斤 Atlas原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是北法作虎翼的大力神 近现代欧洲人把Atlas想象成一个深背地球的巨人 跨在地图的边缘 塑在天球一或地球一下面有的地理科本或地图机上也把它一封面 据博士顿动力公司介绍Atlas是一款高机动性的人形机器人 为户外齐区的地形而设计 他用双腿行走 上只能够自由举起物品 携带物品或者进行其他操作 据称Atlas可以在复杂地形中用手和脚攀爬 在拥挤的空间里 Atlas也可以穿行 并在受到推济时保持平衡 如不慎摔倒 Atlas会自己站起来 2016年 波士顿动力公司公布了初始Atlas Original Atlas 的升级版 因为下一代Atlas Next Gen Atlas的机器人可以在水地中行走 拿起10磅重的盒子 还可以在摔倒之后自行站起 Atlas跳跃盒子并完成后空翻 2017年年底 波士顿动力公司又一次刷新了公众对于机器人的认知 视频中Atlas展示了并龙双腿 烧下跳跃盒子的本领 它还来了一个标准的后空翻 平稳落地后向上把臂以保持平衡 Atlas在草地上慢跑 并跳过横幕 2018年早些时候 波士顿动力发布了两个视频 在其中一个视频中 机器人Atlas在草地上慢跑 并且以双脚并拢的方式 跳过了一根摆放在地上的横幕 另一个视频是关于Spot Mini机器狗 它可以穿过狭窄的走廊 在工作场所内部 或者外部的开放空间里行走 甚至可以自主上下楼梯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最新视频发布之后 社交媒体中有不少人对这一机器人的潜在风险表示担忧 波士顿动力公司脱胎于埋胜理工学院 2017年6月 日本软银从谷歌母公司手中卖下波士顿动力 这一机器人的潜在风险中卖下波士顿动力公司 这一机器人的潜在风险在风险中卖下波士顿动力公司